第3046章黑袍男子现身 被城主指着鼻子破口大骂的徐老爷 好似回过神来了 慌忙说道 已经派人去请了 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来 尊上肯定是有什么事情给耽误了 所以才这么晚来的 徐老爷内心慌乱着 没有想到这事情惊动了城主不说 还有黄石的人也在这里 若是让黄石的人来进行调查 那么他们的一切都会曝光的 想到这里 徐老爷眼神中闪过一丝狠裂 小声对着城主提着建议 城主大人 若是事情瞒不住了 可以这样 徐老爷往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两下 城主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这些需要这的徐老爷来教他吗 嘲讽说道 动手 你知道来的人是什么身份吗 就动手 来的人的实力只比尊上低一个境界 是你我能撼动了 再说了 不止那位大人来了 后续还有许多大人要来 你觉得你都能解决掉 拿什么解决 尊上会曝露自己的身份 去帮你擦屁股 你想什么呢 徐老爷 都一把年纪了 还这么天真 你要是能弄死他们 这个城主给你当 城主吃笑一声 做不到就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要解决人的首要前提是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 好好带着吧 好好想想 带惠尔尊上来 你要怎么解释 徐老爷 许久没有被人这么冷嘲热讽了 脸色很是难堪 但这就是现实 正如城主说的 他只有钱 其他的根本打不过一个正常的修为者 徐长老沉默了 不说话了 内心一阵绝望 尊上刚走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甚至都会曝露尊上以及组织 他感觉自己活不过 今晚了虚空中的王腾正在适应自己体内吸收的暗影之力 一脸艳足的神情 这次他吃了许多 都有些撑了 不过他也不能吸收太多 这些暗影之力好似什么一样 争先恐后地涌入他的身体 他虽然能够转换吸收 但是太多了 他一时也有些吸收不了 想到这里 王腾想结束这场意外 这时 王腾好似察觉到了什么 有人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他转身 冷漠地看着眼前的黑袍男子 看不清这黑袍男子的长相 不过王腾很不喜欢这个黑袍男子身上的气息 好似从死亡堆里面爬出来的一样 竟是腐臭味 王腾被暗影之力裹挟着 还引着身 黑袍男子一时也看不透这人究竟是谁 是不是他们一直找寻的人 不过他能瞧见黑暗里面的那赤红色的眼睛 满是压迫感 黑袍男子内心一片骇然 这么强大的压迫感 他还是在主神身上见过 不过主神是不会来这里的 究竟是谁 王腾赤红着眼睛 冷漠地看着眼前的黑袍男子 只要他一动 王腾便会出手 下面的徐老爷跟城主 见到黑袍男子来了 顿时松了一口气 徐老爷一阵后怕 幸好 幸好 尊上来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城主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从放松的神情也能窥探到他心情的转换 王腾他们两人互相僵持着 试探着 没一会儿 黑袍男子便动了起来 黑袍男子直接一上手就是一个大招 想利用周围棒驳的暗影之力为他所用 王腾能明显感觉到陆续涌入自己的暗影之力 好似停顿了几秒随后开始躁动了起来 就好似在王腾和黑袍男子身上做抉择一样 王腾连忙封住自己的血口 他吸纳的暗影之力已经足够多了 本来就不打算吸收了 这次黑袍男子动手 他也能操控暗影之力 那么王腾更加不能吸收了 谁知道这个黑袍男子会不会在暗影之力里面动手脚 黑袍男子成功操作暗影之力之后 姿态都放松了下来 胜券在握的样子 王腾瞧见了 并不慌张 镇定自若地看着黑袍男子 黑袍男子首要的便是用暗影之力将王腾困在原处 王腾尝试着动了动 发现有些动不了 眉目一转 似乎想到了石磨 手指动了动 手指周围的空间宽裕了起来 王腾挑眉 看样子 他也是能操作这些暗影之力的 兴许是刚才他封闭了自己的血口 所以这些暗影之力才会听从那黑袍男子 不过王腾并没有表现出来石磨 黑袍男子见王腾一动不动 眼神闪播一丝轻蔑 很是高傲开口道 你是谁 你可知你干了石磨事情吗 王腾听到这样的质问声 很事不悦 他虽然暂时失去了记忆 失去了神志 但是不代表他傻 王腾没有回答黑袍男子的话 黑袍男子见王腾没有回答 似乎被王腾傲慢的神情给刺激到了 便开始直接动手了 数刀暗影之力成了无数刀刃 直指王腾 王腾已经被他控制得动不了了 王腾就如同砧板上的鱼肉 他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不过他并不打算一级毙命 毕竟吸收了那么多的暗影之力 还没有暴体而亡 想来这人也是有些可诉之才 可惜 若是王腾态度好点 他还可能会考虑要不要将这人收鞭 不过看情况 还是直接弄死吧 面对四面八方的刀刃 王腾并没有慌乱起来 他意外地发现 黑袍男子施法的动作 在他的眼里已经自动形成了慢动作 加上他能挣脱暗影之力的束缚 更加淡定了起来 黑袍男子已经不将王腾放在眼里 在暗域里面能跟他打成对手的也就那么些人 还从来没有挺说过有心冒出来的什么人 他随后一挥那些刀刃直直朝着王腾插去 黑袍男子很自信也没有管结果 直接去了徐老爷跟城主的身边 历生询问道 这人究竟是什么情况 从哪里冒出来了的 徐老爷 我让你给我一个进展 你就是这么给我的 黑袍男子怒起冲冲 他也瞧见了阵法已经被破坏了 主神要出关了 若是这些阵法还没有解决 等待他们的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想到这里 黑袍男子就是一阵烦躁 若不是那个猪老没用 那么好的机会 秘境中蕴含了数年的阵法 就这么永远埋葬在秘境中 第3047章打起来 若不是猪老不行 他们也不会去找别的替代物 简直就是废物一个 猪老自己不行也就算了 还给他们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 简直没用 害得他们暴露在了皇室眼前 整个暗域都开始找寻 他们组织的踪迹 危险重重 前段时间跟王腾一起消失的 就有他们的大长老 大长老实力皆在众人身上 发来求救信号之后 跟着王腾一起消失地无影无踪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踪迹 所有人都以为是他们杀了王腾 他们当初也是这般认为的 但是从大长老要无音讯开始 他们便产生了怀疑 兴许是皇室的阴谋 让王腾失踪的罪名 按在他们的名上 然后将他们大长老囚禁起来 释放假消息 让所有人都对他们避之不及 可恶的又狡猾的皇室 简直就是诡计多端 哼 在黑袍男子还在兴师问罪的时候 虚空中传来一阵巨响 所有人的视线都被吸引了过去 黑袍男子看清楚 虚空那边的动静之后 顾不上教训徐老爷一行人 直接去到了虚空中 王腾挣脱了束缚 将所有的刀刃都震碎 才发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一眨眼 黑袍男子又出现在了王腾的眼前 不过这次他的态度 没有之前那么游刃有余 没有那么轻松 他看着王腾 只问道 你究竟是谁 他没有那么自大 他很清楚自己刚才的招式 寻常人凭借着运气都无法逃脱 这个王腾逃脱也就算了 还震碎了他的暗影之力 可见其实力之强 王腾扬唇轻笑 你爷爷 说完 王腾便开始主动出击 力剑朝着黑袍男子就砍去 带着金光 强大的气势从剑身散发出来 直逼黑袍男子 剑气将黑袍男子的衣袍吹得飘扬 直接将他的帽子吹开 令王腾吃惊的是 这黑袍男子帽子下面居然还戴了个面具 究竟是有多剑步的人才会如此层层伪装 黑袍男子顾不上惊恶 这个王腾给了他太多的惊讶 若不是他们立场不同 他倒是想招这人进入他们的组织当中 这人悟性不错 发展潜力大 王腾不知道黑袍男子的想法 若是知道了 只怕会很无语 这些人一个个的是不是就认为除了他们组织 他就不能去其他地方 干嘛非要在这个组织上吊死 虽然很看好王腾 但是对于王腾这种踩着他脸的行为 他也是要给王腾一个好看的 一时间两人都是用尽了全力 朝着对方招呼过去 不过两人实力相当 都没有重伤对方 反倒是将许府的房屋毁得七七八八的 许老爷在下方一脸痛涩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倒塌 只能他一个人承受了 他不能找黑袍男子 也找不到王腾 王腾跟黑袍男子越大越兴奋 两人许久没有遇到这么旗鼓相当的人一样 对着对方就是下着死守 不过最着急的是城主 原本他以为黑袍男子能直接解决掉王腾 这样瞒着皇室的人将这件事情掩盖过去变形了 但是没有想到 黑袍男子跟王腾打得难舍难分 动静还挺大的 都快要波及半座城的地方 围在许府外面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甚至还波及到了普通人 这一幕若是被使者看见了 他城主的位置不用日后了 现在就可以卸掉了 想到这些 城主便有些站不住了 为了防止事情恶化下去 城主仓促地对着徐老爷说了声 对不住了 徐老爷 徐老爷正看着虚空中激烈的打斗 并没有听清楚城主在跟自己说什么 他分心疑惑 啊 还没有等他转过头来 后景一阵刺痛之后 他便禁止躺在地上 城主随意贴了一眼倒在地上的徐老爷 冷傲道 不好意思 徐老爷 为了我们的大业 为了尊上着想 只能牺牲你 要怪只能怪你的阵法吸引了不该的人 所有人都看着虚空中的打斗 并没有人注意到城主这边的动静 于是城主很顺利地将徐老爷泼到了阵法下面 刚将徐老爷扔到阵法中 徐老爷便直接被吸干 一点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见徐老爷成了干尸 城主便松了口气 扭头看向知道自己跟徐老爷关系的人 趁着大家的注意都不在他这里 他连着将一些人都扔了进去 那些人还想求救 就已经断了气 将这些人都处理好之后 等他回过神来 眼睛瞪大 阵法里面已经有了十几个人的尸体 他没有忍住 脚步后撤了一步 脸色煞白 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他咽了咽口水 强装镇定地离开这里 装作自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很快 城主便来到了人群中 找到一个离王腾他们不远的地方 装作很着急地指挥着人群散开 一部分的人从看热闹中抽离出来 看到许多人被波及受伤 连忙上前帮忙 城主沉静在指挥大家离开这里的工作中 很快他便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道 朝着虚空中的王腾跟黑袍男子压去 等那倒立的人现身的时候 城主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幸好 一切都来得及 黑袍男子没有想到在这个边城 还有人有这么有压迫感的气势 他下意识朝着徐府看去 有些意外地看见了之前还鲜活的人 都堆积到了阵法的脚下 皆成了干尸 为了不暴露自己 虽然还想跟王腾继续打下去 黑袍男子有些不甘心 恶狠狠地看着这个不知道其人的王腾 等下次遇见了 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黑袍男子立刻收敛住自己的气息 随后便消失在原地 王腾正打在信头上 突然眼前的目标就消失了 王腾有些不耐 正想继续追着打的时候 他被一股力量拦截了下来 王腾疑惑地看着那人 觉得有些眼熟 不过他一时间也想不起来 便没有再为难自己 王腾 拦截的那人 有些惊恶地看着眼前黑影一团的人 虽然看不清面孔 但是从他的气息能判断出 这人大概是谁 第3048章见面 那人惊喜的语气不似作假 王腾虽然被拦住有些不耐烦 但还是耐心地看着那人 好脾气问道 你好 请问我们认识吗 王腾疑惑的神情和看陌生人的眼神 让来人有些顿恶 随即反应了过来 笑着说道 确实 还没有自我介绍 彼人萧盛 是皇室成员 之前在陛下那里有过一面之缘 听萧盛的介绍 王腾有些歉意 不好意思 我没有印象 萧盛如雅地抬手 温和道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我会来找你的 等我处理完事情之后 王腾瞧了一眼下面 聚集越来越多的人 赞同点头 拱了拱手 也随之消失在原地 等王腾离开之后 萧盛去到了阵法旁边 皱着眉头看着被阵法吸干的树人 事情比想象中严重 城主卖力地指挥着 大众一时间对城主的印象好了许多 皆称赞了起来 幸好有城主临危不乱的指挥 疏通 不后果指挥越来越严重 就是 也不知道是哪两个打架 波及甚广啊 我呸 只能是徐老爷了 没想到平时的大善人 居然搞出这么多事情来 若不是我修为一般 早冲进去找徐老爷算账了 众人的赞赏 谩骂声都传入了萧盛的耳中 别看他如牙好似没有什么危险 比普通长老年轻 甚至看起来没有他们厉害 但这些都是假象 他的实力比你刚才的黑袍男子 只不过一贯低调 久而久之很少有人看他出手 若不是萧盛背后有皇室 加之他来的目的众所周知 城主对其也起过杀心 萧盛听到胖人讨论 促眉 他来这做成几日了 城主给他的表现是很完美 挑不出错 但也正是因为这份完美 显得不那么真实 正如今天发生的事情 群众受伤自有其他管理者去处理 反而将徐老爷以及他的人抛之脑后 这样的行为合理但又不那么合理 萧盛没有想太多 现在说什么都是猜测 他看清楚现场后 便有些思绪 加之很想去找王腾 便没有再过多逗留 城主 萧盛冷静喊道 城主听到后 动作停止了一下 便交代好周围的事情 便去了萧盛旁边 萧大人 何时吩咐 啊 这 这究竟 究竟发生了什么 城主好色彩 看见徐老爷的惨状 一脸惊恐 萧盛一直注意着城主的动作 见他没有什么异样 练住眼底的神色 随意说了点石磨 便离开了这里 王腾回到客栈的时候 已经有些筋疲力竭 九头龟在房间里面着急打转 外面那么大的动静 他也听见了 不用想都知道 肯定是王腾闹出来的 不过他也不能轻易出门 一来引人注目 二来怕王腾回来见不着他 两人会错过的 在九头龟想得入迷的时候 贪软在已踏上的王腾 随性地摸着九头龟的龟壳 漫不经心将遇到 萧盛的事情说了出来 哪只九头龟立马扎了毛 石磨 你怎么一点警惕心都没有 谁知道那人是不是来套话的 他说他是谁你就相信了 王腾 你是失忆了 怎么把脑子也丢了 九头龟一脸恨铁不成钢地说着 对于王腾这样的行为 他都无力吐槽了 王腾却不着急 一脸淡定 放心吧 那人的境界高深莫测 若是真的想从我身上图谋石磨 没有必要那么大张旗鼓 九头龟不想继续听下去 将自己缩进龟壳里面 他决定了 要跟这个傻子绝交 他甚至有些想念狡猾腹黑的王腾了 这个失忆的王腾太过于单纯了 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类 王腾轻轻拍了拍缩进龟壳里面的九头龟 轻柔道 真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 我是觉得他眼熟 加上我不抗拒他 才选择相信他的 再说了 大不了打一架对吧 实在不行 咱们暂时回到轮回真界中躲避他 也奈何不了我们 难道你不想知道 我们失踪的这些日子 其他人的情况吗 王腾有些惆怅弟看着窗户 他很清楚 九头龟之所以不让他贸然接触以前的旧人 就是怕那些人是之前欺骗他们的人 导致他们出事 九头龟偶尔也会透露出些许的怀恋 听着九头龟嫌弃吞金兽的语气 王腾不禁管了嘴角 虽然记不得那些人跟事情 但王腾能感受到内心真实的情绪 扣扣 王腾还想说些什么 门外便传来了敲门声 王腾体力也恢复了过来 之间跟黑袍男子打得难舍难分 毕竟吸纳了过多的暗影之力 让他的身体达到了灵界值 加之打斗一场 王腾的经历当时耗费殆尽 谁 王腾历声询问道 门外的人并没有在意王腾的语调 温和说道 是我 肖胜 见识肖胜 王腾将九头龟拿着 起身开门 门外果然站着肖胜 神色温和地看着王腾 王腾侧身 两人前后脚进屋 肖胜找了各位制作者 严谨一该道 看你情况 你失忆了 王腾愣了一下 点头 没错 所以抱歉没有认出你来 不用抱歉 我们也就见过几面 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 肖胜有些可惜地看着王腾 王腾无所谓耸了耸肩膀 好奇询问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都在说我死了 他跟九头龟一路走来 听到了无数版本 反正总的概括 变数他王腾已经死了 一直温和的肖胜 严肃了下来 语气沉重道 当天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是很清楚 从现有的线索来看 那天晚上 你消失在了客栈 出现在郊外 跟人有了激烈的打斗痕迹 随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肖胜将事情 大致概述了一下 仔细观察着王腾的反应 很可惜 王腾茫然的神情 说着他没有想起来 没关系 不用硬逼自己想起来 不过现在的情况 我们还是不要声张 在我们找你的同时 发现还有另外一拨人在找人 肖胜没有告诉王腾其他事情 毕竟王腾失忆了 免得节外生枝 第3049章会面 九头龟的呼吸一顿 连忙开口询问 真的吗 知道具体是谁 哪的组织吗 九头龟连忙伸出脑袋 很是急切 王腾也没有制止 九头龟跟他讲过 他们是遇到了一些人 跟人打斗了一场 随后那人有救援 他便带着王腾逃走了 他们之所以不敢回到皇室 就是不清楚那人是不是皇室的人 王腾他们当初去到皇室的时候 九头龟一直在轮回真戒中 并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加之之前失去理智过一段时间 他们俩一个曾经失去理智 一个如今失忆 对外界的印象还停留在之前 加之被追杀过 两人都不敢与救人有过多的接触 肖胜被九头龟突然出声吓了一跳 前面有王腾的气息掩盖 他以为九头龟就是一只装饰物 他有些好奇地看着九头龟 你就是九头龟 我听恩年他们提起过你 你的形体可以自由变换吗 九头龟见凑近的脑袋 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废话 我不变化 我怕你见到你龟爷爷的本体 会被吓到 不要岔开话题 知道是谁吗 王腾有些无奈地拍了一下 九头龟的脑袋 不要这么没礼貌 跟人好好讲话 九头龟有些不服气 气鼓鼓地看着王腾 眼神控诉着 王腾手掩着唇 干咳了一声 掩盖住了上扬的嘴角 肖盛没有错过他们的互动 有些好笑地摇头 挣了正神情 认真阐述道 具体是谁我们不清楚 不过总归是那组织的人 你们放心 既然我找到了你们 是会护你们周全的 不用担心再被追杀了 对了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肖盛有些纠结 找到了王腾 自然是要护他们周全的 但是若是王腾 他们一位弟想要回到皇室 把一个失忆的人交给别人 他有些不放心 加之刚才跟王腾对打的人 修为之高深 万一他们回去的路上再次遇见 王腾便没有那般幸运了 不能让王腾被那伙组织抓住 虽然不清楚王腾究竟经历了石磨 现在待在他的身边是最安全的 王腾也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也有躲在别人背后的 被保护的一天 王腾想了一下 事情还没有解决完 他还有很多困惑需要去解决 随即摇头说道 先不回去 先跟着你 对了 忘记跟你讲了 那个石磨城主 跟徐甫是一起的 而且他们用地上的那个阵法 将整做成的暗影之力吸纳 他一脸严肃地看着肖盛 我不清楚他们具体想干 但我能感知到 我接触过那个阵法 让我感觉到不舒服 还有 跟我对打的黑袍人 他跟他们是一伙的 我听到那的石墨徐老爷对叫他尊上 他的实力不俗 在我之上 王腾说完 松了一口气 随后便悠闲地喝着茶 看着陷入沉思的肖盛 他将他能知道的全部告诉了肖盛 要做石磨 九头龟有些好奇地询问着王腾 他算是发现了 哪怕王腾已经失去了记忆 但是他仍然改变不了 哪里危险就去哪里的心 九头龟的内心还是希望他们回到皇室去 毕竟外面的变数太多了 假之他也有些想念到无痕他们 在知道王腾死的消息 不知道多么伤心呢 他可不像王腾那么没有良心 没有良心的王腾看着手中蓄力的暗影之力 暗影之力如同火焰一般 激烈地燃烧着 肖盛里清楚思绪之后 准备跟王腾说自己的想法 突然瞧见王腾掌心地跳动的暗影之力 眉心移动 默然抓住王腾的手腕 神色凝重地看着王腾 紧皱的眉头好似能夹死一只苍蝇一般 王腾被肖盛突然来的动作给吓了一跳 手腕传来阵阵刺痛 想调侃一下肖盛 见肖盛这神色 王腾一愣 有些意外 怎么了 王腾有些不确定地询问着 他发现了肖盛眼神的变化 不再是之前的和蔼的眼神 看向王腾的眼神中充满了深意 肖盛紧攥着王腾的手腕 闭了闭眼神 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心情 你这暗影之力有些不对 王腾眼睛一亮 惊喜道 你也发现了是吧 我也发现了 别人的暗影之力虽然抹黑 但是也能看出有一抹灵力 我这里却感受不到 我还在疑惑呢 九头盔也不清楚 你说说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肖盛看着欣喜的王腾 嗓子一梗 有些说不出话来 九头盔也很好奇 他的暗影之力也是这样的 跟别人与众不同 肖盛的沉默 让笑着的王腾瞬间失去了笑意 他坐直身体 看着肖盛肯定说道 我的是有问题的是不是 肖盛点了点头 王腾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是有问题的那方 他镇定下来 说吧 有什么问题 我能承受住 跟那组织的一个禁术一样 肖盛有些艰难地开口 若不是了解王腾 他都要认为王腾已经是那伙人了 失忆也可能是庄的 什么 怎么可能 王腾跟九头盔一口同声道 满脸的不可置信 他们本就不喜欢那伙人 结果有人转头就告诉他们 他们的术法跟那伙人一样 这让他们怎么能接受 肖盛见他们犹如晴天霹雳 叹息一声 耐心问着九头盔 你知道在此期间 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肖盛死死地看着九头盔 虽然看不清他的神色 但是能透过眼神看出九头盔的想法 九头盔看了看王腾 犹豫了一下 他神色有些凝重 不是我不能告诉你 王腾处于失忆的状态 我说什么都是有失偏迫的 而且这些王腾是最清楚的 肖盛赞同点了点头 行 迟早会知道的 先不纠结这些 我来说说接下来的行动 不纠结这些 就让他说接下来的行动 我来说接下来的行动 就让他说接下来的行动 我来说接下来的行动